同樣也是車合一外 好原鄉一名710年住的康瀉男主 早前要玩兩點的時候說要回家 所以在這好山路到上邊穿高階的時候 意思車數是太過快 從河南把它撞下去 這整台車到過康瀉加速 也讓困在車中休息 蕭鳳在廣告現場的時候 整台車都讓大火爆掉 車是撞到變形開火 火車是由他來民燒到外面 車上的傢伙子又撞到一個人 才讓人玩是看著郵水山來灌酒 有個人 真不幸的是火車爆發之後 車不但讓燒到變形廢體 人也消失在車來 經歷了解 車來的傢伙是71年住的康瀉男主 在四合套戰兩點外要回家 所以在好山路跟上邊穿的高階出一彎 人是 越深了所以那個駕駛 車速是有比較快一點 其餘的路還在 離青當中 現場老闆 等到五十公車的大東仔分車 不正好 真正發生的原因 還需要鑑定調查 大眾話新聞 林君英 浩兄 蔡宏博德 在旁邊 現在還需要鑑定調查 我們你真的很難說 太高了